整體整個香港的物業市場 都非常明顯彈升了它的成交量 甚至屢創新高價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西貢Fanky 其實自從政府設立之後 整體整個香港的物業市場 尤其豪宅物業市場 稀有物業市場來說 都非常明顯彈升了它的成交量 甚至屢創新高價 所以大家見到 在啟德新區 一些別墅屋或海景戶 5萬、6萬、7萬 甚至我們去到九龍塘 見到一個題外的1,000呎別墅 都有8萬的成交 所以見到乘贅力非常強勁 而在我們西貢區來說 亦錄得近年罕有的高價 甚至叫大額成交 位於我身後的這個叫做Airhouse 而最近我們見到田土釘登記了 這個物業成交了5億1,380萬 屬於在西貢區裡面 今年來說最高成交的物業價錢 概括說下這間Airhouse的資料 它本身的地盤面積是36,500呎 另外入契花園來說 2萬7,000呎 租用花園來說是有4萬呎 而它有自己的私家大泳池 私隱度非常之高 背山望了整個康湖區內海 西貢內海的景觀 非常之開揚 屬於一個區內非常罕有的物業 而這些稀有的物業來說 其實在西貢區都有供應 不過屬於一些低調發售 甚至是Orfa 異價的出售物業 例如在清水灣一個雙號獨立地段 或是阿公灣一個單號獨立地段 以及我今次要介紹的 有兩個筍盤 一些罕有的物業 一間位於大網仔的大單邊鳳壽路的屋地 它是望向全海景 環境非常之優美 而這些屋地重建的話 是一個全新的物業 屬於市場內 我亦有去推售 另一間位於竹陽路 一個叫紅玉花園 一共有三棟屋 現在都一起放售 所以有興趣的買家 記得聯絡我西貢Fanky 和我們世紀有一奇風 如果可決於買家 你這個人不要緊 我可以小心 你不要緊 我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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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再緊 感谢观看